9.21 跟我比事差一點 你抱著說 你先試試來踢踢管是不是 小便裡頭 母子倆又在半子了 但有趣的是 半子的主角竟然是他 一顆顆 文員蒙滿的餃子 我幫他包水餃 煮出來的水餃 一盤一盤放桌上 然後他回來 大家做的 如果那個水餃 黏在一起 我爸會發脾氣的 那必須用筷子通通打 剝開 剝成一顆一顆 如果你這樣整顆年 我爸一腳就把那個 把水餃給踢得滿地 我們都嚇死了 一代老闆吳愛華 身受對吃 有自己一套 嚴謹堅持的 軍人爸爸影響 並過79年 把家裡逢年過節必吃的元寶 也就是餃子 賣進了高雄左營的 果冒菜市場 跑 自己跑 就是差不多早上包嘛 那下午跑 就是給他們試吃 這樣跑一兩年 跑一兩年 餃子好不好吃 自己這樣不算數 總是要客人願意買才知道 創業初期 為了宣傳自家餃子 胡媽媽早上 在市場擺攤賣餃子 下午 晚上 則是無論情緣 騎著機車到處拜訪公司航後 希望大家給個機會 試試看看 很快的五年 市場小攤就變成店面 這麼簡單 又可以賣錢的東西 都不到你做 誰都可以做 所以公司不能減 那料更不用講 你料一減料 客人很聰明的 其實我也常想 我幹嘛 我們為什麼要做得這麼幸福 很累啊 可是當你看到客人每次 很開心在吃東西的時候 那個感覺我跟你講 你真的會忘記累了 說實在的 要想在眷村國宅以美食立足 沒有兩把刷子那些 媽媽堅持全手工製作 新鮮用料 成功榮獲挑嘴眷村人的胃 直到101年 大兒子退伍 回家解放 年輕人嘛 總是想好還要更好 老一輩的就會覺得說 我辛苦打拚這段時間 就已經很好了 為什麼你要把我 花時間累積下來的經驗改掉 然後再來一個問題是 你憑什麼 你才剛回來 就覺得你不懂 他是二代老闆吳淑成 不想媽媽的好味道 只局限在左營眷村 除了挑戰 線上銷售 還顛覆傳統 把原本都是 袋裝販售的餃子 變成了格裝 最多層創下 一天就賣出 4萬顆餃子的亮眼成績單 我為了給客人更好的產品 給客人更好的服務 然後再來就是 要做更高品質的水餃 自己上網去做借輕創貸款 我媽說你去借輕創貸款 你借多少錢 借了50萬 還不敢講多 還講50萬 其實是借了100萬 對 然後我媽就說 是不是要做機器的 後來想說 既然他覺得我真的是有 想要試試看 我媽就先借了我一筆錢 經過二代老闆 吳淑辰的行銷 包裝 這吳家人甜甜吃 都吃不膩的捲村餵餃子 已經跳脫社區美食的框架 要升成網購市場的人氣首選 看看母子倆 邊拌嘴 手邊包餃子的動作 卻沒停下過 就如同轎子小店 飄向20多年 卻仍然活力十足 還有好多好多個20年 會再繼續飄向下去 永遠都是用 堅持手工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也是我們的初衷 用澄心找食材 用良心包餃子 天性子 記者進入 我收視你 沒問題 在多下 不及 謝謝 我 找手 簡 外